各位教育前辈们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沙路区主林国小现任教务主任王慧金 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英才网对教师教学力的支持与应用 在教学现场我们非常同意 导师是一个班级的灵魂人物 因此我们总是会把最优秀的老师 优先安排担任即任导师 而其他的科任科目依专长非专长去分配的结果 自然科却往往成为配科的牺牲品 因为没有专业背景的老师 觉得自然科太难了不敢教 而资深的专业老师 由于自然科要做非常多的实验 班级管理不易 因此觉得教累了不想教 那怎么办呢 我们通常就会把自然科配给行政老师 或者配给代理老师 最惨的就是如果连代理老师都分配不够 那就配给终点老师 以竹林国小1060年度自然科的配科情形来看 我们在三四五六年级的各自然老师分配状况如下 其中自然专业背景的教师教授的班级总共有13班 占了36% 编制内正式教师的教授班级稍微再多了一点 因为有行政配课 所以总共有19班 占了53% 而剩下的就配给非专长代理教师授课 总共有17班 占了47% 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是给代理老师来上课的 其实让代理老师授课不见得完全是缺点 因为代理老师往往愿意学新的东西 而且很认真很努力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本校代理老师的故事 首先第一位是具有专业科教背景的新晋年轻老师 他刚实习完就透过代理真实来到本校 担任高年级的自然老师 但由于他完全没有教学经验 因此当时在配课上面 我把他跟本校的另一位资深自然专业背景的老师配在一起 共同负责一个年级 由于本校这位资深老师的自然教学非常的出色 因此果不其然我们这位新晋老师就被比下去了 虽然他很认真很努力 但是很吃力 常常有导师到教务处来反应 他的教学似乎有状况 班级经营也不太理想 导师们都认可这位老师很认真的 想要把他的专业背景展现出来 但是他的教学步骤或教学方式似乎不太被孩子们接受 感觉也不太有一个脉络 于是在几次跟他深谈了以后 我先邀请我们的资深老师去观课 同时也示范教学让这位新晋老师参考 几次下来 这位老师的教学确实有进步了 于是我们发现他是愿意吸收学习 愿意调整改变的 但是总不能每个单元都要求资深老师去示范教学给他看 于是我邀请他加入我的英才网社群 教这位老师使用英才网 并且要求他在所有的单元上课之前 都先把英才网里头的教学影片看过一次 而渐渐的我发现他被导师反映的次数在缩减当中 甚至于有导师来反映说 诶 这位老师真的成长进步了很多 他的教学方式稳定了下来 脉络也有条有理 孩子们的接受程度大大的提升 也反映在孩子们的成绩上面 跟这位老师闲聊的时候 他告诉我 英才网的教学影片给他非常多的帮助和启示 在这个学期之后 这位老师因家庭因素考量 离开本校到另外一个学校去服务 而由于另外一个学校没有申请英才网 因此我就自然把他的账号关闭了 没想到开学没多久 这位老师来了一通电话 请我把他的账号再打开 他说他想要看英才网的影片 我很为难地告诉他说 可是因为你的账号挂在我们学校的名下 我恐怕没有办法帮你安排学生 让你分配任务 他说没有关系的主任 我只是想要看教学影片 因为对我来说 这些影片是我备课非常重要的素材 而另一位老师是在我们前面这一位老师离开之后 接着他来担任高年级的自然课常代的老师 这位老师本身也没有自然的背景 不过由于他在本校长期代理 之前带过班 接下来也担任过社会科任 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老师们都很肯定 因此在新的学年度 做客户安排的时候 就有导师来推荐说 不妨让这一位B老师来担任高年级的自然科任 不过在真正上线之后 我们才发现 由于这位B老师 他完全没有自然的教学经验与背景 因此在他带完实验 写完习作之后 往往就会在黑板上开始抄所谓的重点 然后请孩子们抄起来 而这样的方式 似乎比较像是他过去在上社会课的方式 不太适合这种知识性的自然科目 怎么办呢 当然我又想到了英才网 因此我再次的邀请他加入我的英才网团队 然后一样教他如何使用英才网 然后要求他在每一次上课之前 也去看一看英才网的教学影片 当作备科素材 看一看在影片当中 这些专业的老师如何去传递 去进行一个单元的教学活动 果不其然 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这一位常代的B老师 在自然课教学上面 果然就有模有样 非常的进入状况 英才网在我的这两位代理老师身上 产生了这样有帮助有趣的变化 是因为英才网的教学影片 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有一定的严谨的流程 虽然它是一段只有五到十分钟的影片 但是这影片一定遵循着一个有趣的引起动机 一段严谨而完整的教学流程 而这教学的活动设计有一部分会跟课本相像 而有一部分是制作影片的老师精心设计的 最后还会有一个及时的评量回馈 让孩子们在简短的五到十分钟的教学活动 学习以后能够自我检视 是不是能够立即回答出这个题目 所以英才网的教学影片 对我而言是促使自然老师进行自我专业成长 与备课非常重要的非常好用的一个素材 当我在带领老师使用英才网 以及到外面去演讲的时候 最常听到有老师们跟我反映 自然科的教学节点影片内容 就像我说的这么好 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完全吻合课本的内容 这时候我会带领着老师们一起来反思 我们的教学节点影片的设计是以课纲为本 而非教科书 那一个专业的老师是否应该被教科书绑架 你的课本里头如果提的例子是A 那影片里举的例子是B 难道这样子就没有价值了吗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老师们分享 就算以我自己这样自然专业背景的老师 在使用英才网的教学影片备课的过程当中 也非常的有惊喜有收获 以我所负责教授的六年级自然康某版六上电磁作用这个单元为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元的单元目标 在康某版里头的单元目标 一、察觉指北针的指针箭头都会指向北方 并且知道指北针的指针就是磁铁 二、学习制作电磁铁 比较磁铁与电磁铁的特性 并设法增加电磁铁的磁力 三、知道电磁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并能利用电磁铁的特性设计及制作玩具 各位老师、各位前辈 这个单元在六年级上学期 总共上13到15节课 我们要在短短的四周里面 让孩子一下子从察觉 也就是观察 然后就可以去制作电磁铁 最后还可以知道它的应用 四个礼拜 察觉、制作与应用 这里完全没有任何知识性的引导 因此在我教授这个单元的时候 总是觉得非常的困扰 我的孩子常常到最后 就是把直北针的方位背起来 把电磁铁的状态背起来 这实在不是我们教授自然课的老师 所希望看到的现象 因此在教授这个单元的时候 我颇有困扰 还好后来我使用了英才网 哇光是第四单元电磁作用这个单元 在英才网里头就有这样子十几支的教学影片 于是我一支一支的去浏览 其中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惊喜 以这支影片为例 它虽然也是十几分钟的教学影片 但是它却简单的交代了磁力的由来 让孩子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知道为什么 再去回想他所观察到的现象 那么他获得这个知识的过程与结果 就是理解而不是记忆背诵了 英才网带来这么大的一个好处 因此我在筹组我们106学年度专业社群的时候 特别邀请了导师与自然科领域的老师一起加入 目前我们英才网社群成员 除了由我具自然专业背景的行政来带领之外 也有两位行政人员 一位是教学组长 一位是资讯组长 负责客户的编配 以及负责资讯的协助 另外有三位任教10年以上的资深优良导师 由于他们知道英才网在前面 我们举的例子的那两位代理老师身上 产生了这么良好的一个影响 因此他们非常有兴趣的就加入了我们的英才网社群 那我主要想要带领的对象仍然是新进的老师以及代理老师 透过英才网教学影片的共备 我们的新进老师与代理老师能够在英才网影片里头 获得更有效率以及更有信心的教学流程 教学方法 接下来 针对本校有代理婚嫁 产嫁 除讯嫁等短期代理老师 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英才网给予备课上的协助 所以我开设了老师个人的账号 同时也开设了虚拟账号 让老师能够熟悉英才网的操作 重点就是老师能够自由地进入英才网 为自己的教学做充分的备课 我们常说给孩子鱼 不如教他如何钓鱼 在我接触英才网的这三年来 带领着老师们操作英才网的经验里头 我认为英才网的教学影片 对新进或非专长教师而言 它就是那一把重要的吊杆 在英才网平台里 有非常丰富的教学影片 等待着这些老师吊起 去好好的充实他们的教学能力 因此 善用英才网 让教学成为我们傲人的专业 是我使用英才网这些年来最大的收获 在此跟各位前辈 各位老师分享 报告完毕 感谢您的聆听 我用英才网的聆听